您觉得是不是英国脱离欧盟 跟去年希腊 本来可能也是需要退出欧盟 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是不一样 这种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自己负责自己的事 所以政府要小 你自己要工作 你自己要养活自己 这个其实是能够促进人的生产力 那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说 我不工作你们其他人要养我 或政府要养我 所以他们要大政府 那希腊这个国家 欠了这么多的债务 他是用他所欠的债务来威胁 威胁这些的其他的国家 这个本身就很没有道理 但是英国他们是选择 要走他们自己的路 这是一个他们要 为他们自己负起责任 自己要走他们认为 有希望的道路 他们的命运 不要被这些少数的 所谓的欧盟的精英 这些人 这些的组织 或是少数的这些精英 来控制他们 那我觉得这是 有勇气 有智慧 有清晰方向的 我个人是蛮祝福他们的 我觉得说 你给他们个两三年时间 我想当他们走在这个队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他们原来的这些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我蛮乐观的啦 我觉得可能两三年以后 大家会看到这个英国所做的决策是对的 那暂时之间的这些混乱 再加上主流媒体 这些他们拼命去打发他们 因为这些都是被精英所控制的嘛 所以这些呢 然后制造这些恐怖气氛 这是在所难免 这是在所难免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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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